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这才觉得垃圾变少的时候 送头的不就来了吗? 第一款 神勇之地 英灵在线 该款游戏由居妹代理 该公司我已经在不朽觉醒 凡人修圈钻M 赛尔之光 崭新时代 三部影片中都有解剖过了 感兴趣的可以再回顾使用 而依照当时三七户瑜 预计2022年与海外发布的产品存量报告中 很大概率是这款代号魔幻M的MNO 而其中还有另一款 空之要塞 启程 在本次的影片中也会介绍到 就让我们一款一款来揭晓他们神秘的面纱 本次游戏开场的选择页 依旧是引用老一套的奇迹模板 厂商啊 你们心自问 这画面模组已经重复用在第几款上了 每年都只有在发布会上谈创意谈设计 但真正交到玩家手上的 依旧还是这些老东西 成本第一来钱快 与其花心思搞新东西 不如想怎么包装旧产品 提高个人KPI 爽领奖金更实在 而且也说不定会突然爆红 就靠这一款打中市场 那我们进到游戏中 这个经典的选取视角画面 我想各位看都看腻了 然后走没几步 马上就谈一下广告给各位压压惊 然后我想这就是厂商 给予韭菜那细心呵护的温柔 除了开头跟偶尔需要强制点一下下以外 任何的动作跟教学指令 都不需要劳烦你挪动一根手指头 生怕你那多一分的操作 都是对萤幕保护梯的损伤啊 所以你只要放着不动 它就会继续绑你下一步 除了适当时机需要发挥一下手指的作用 其他99%都只要交给手机玩就好了 天哪 试问这样的温柔 又谁能不动心呢 就算卖心卖肺卖阿嬷都肯定要买单的 当有人说原宇宙的未来在哪里 我想说或许就在今天 你只要付钱买服务就好 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超凡了 而为此厂商跟其他换皮MAO 保持了高达99%的同步率 牺牲了1% 用来取名 以及想如何更有手段的割韭菜 而为什么不变 因为怕 因为不敢 怕变了 人们就会认不出来 怕变得更好玩了 变得更创新了 人们就会忘了那属于P2Win的 辉煌美好时代 那我们接着 第二款 空之要塞 启程 开发商同上 为三缺护鱼旗下的 蒸汽炮工作室 于今年的10月26号进行公测 播放的宣传CG 看起来真的挺有一回事 再来看看官方的开发者说明 心目中典型的冒险游戏 许多老牌冒险作品 总能带给我力量 像是天空之城 霍尔的移动城堡 蒸汽南海等 所以将看下来 诶 该不会是二之国2.0吧 结果 你我都误会了 它就只是一款 套上二次元皮的 横板跑酷游戏 想不到吧 而这个游戏 玩过跑跑江秉人的 应该再熟悉也不过了 而刚开始跑前几关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模有样 有剧情 有CG 有语音 综合的演出效果真的还不错 直到战斗解锁了 自动模式 而且这AI控制的 比你玩家还精准 诶 不是啊 我怎么看这款游戏 都不该是属于放置游戏的玩法 不该是让那些大佬们 有机会拼手操 秀技术 进而让社群媒体 讨论发酵 提高话题热度吗 怎么就这么突然变成了 纯剧情像的抽卡模拟器 而突然想到这 如果跟某款 美术音乐顶天的播放器结合起来 那不是嘎嘎乱杀吗 而剧情文本就是那种很老套的棉喜文 开局用了一段到宝座影子 后续主角团为了收集宝物 踏上了爱与冒险之旅 真的也是没有太多含金量 也确实跟他简介写的 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完全没有任何虚假宣传 但真的也不是我想吐槽 都说看过那么多宫崎俊的作品了 还能写出这么俗套的剧情 真的是白看了 就算从N年前的小说频道 随便搬出一篇 都比你来得有创意点 嗯?你说我这次 怎么会这么认真的提到剧情 他前期很多地方都不让你跳过啊 就是按着玩家的头强迫未死 如果剧情好就算了 我还能忍 但真的又不怎么样 看得非常的痛苦 然后你在游玩的过程中 遇到战斗卡关的话 别怀疑 就真的是战力不够打不过 跟你任何的调制配置或手抄 没有半毛的关系 请乖乖回体扫档拉战力 或者用课金解决 因为你打怪物的伤害 包含boss可能暴走后的提伤 都是直接反应在等级数字上 外加关卡有时候会现实 就算你再有神操作 DPS不够 还是得认输 或者有人会喜欢他的角色力 会带有这种蒸气旁克的风格 不过这款游戏因为开服的评测 一度低于平均分 于是后来官方找了很多水军狂喜 可以看到很多机械式的发言 并且还会出现这种 评分有损 八方点彩 水军喜分 万人点赞的经典环节 这都是在控评 尽可能的让正面评价都在最前面的操作 而讲到这 不管这款游戏是好或者坏 如果他只愿意接受玩家的好话 完全不想看任何负面的评价的话 就只能卸载出歪白了 然后等着台版上架吧 最后一款 我叫MT归来 我叫MT为中国七彩映画工作室 以魔兽世界为衍生的二创题材 于2009年起制作并发布的3D网络动画 而目前此IP的版权 已于2021年时转移到中国 椰子传奇旗下 当时该作品在中国 不论是否为魔兽的玩家 都掀起了一股热潮 甚至还因此转化粉丝入坑 不过我个人是没有看过 对该作品是真的没什么影响 而虽然名声响亮 但仅仅只靠爱发电又非盈利的情况下 资金缺乏还是难以维持的 所以后续还是与百度 龙图游戏等接下合作 而最后的作品 就是与2021年上架的 博教AMP归来 而在更早2021年时 由北京的热动卓越 买下该动画的IP改编权 顺带一提 该公司在今年也正式变成了 腾讯100%的形状了 另外补充 此版权的购买是基于二创动画 跟魔兽世界的IP 是没有半毛关系的 其实回过头来看这操作 是真的很魔幻 拿一款作品的二创去开发并盈利 这跟搞师傅其实没啥两样了 举例以前有一款RBO 虽然初期也是一款同人作品 但后期也是跟官方合作后 并正式发布 不过对于中国厂商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办不到 那有了IP版权以后 要做什么好呢? 当然是做手游咯 2013年 这是中国手游市场的大崛起时代 同年 我叫MTOnline 强势登场 当时台湾是由易换网络代理发行 而如果以现在眼光去评价这款游戏的话 就是一款玩法极其简单的课金卡牌游戏 但在当时的主流手机是 HTC One iPhone 5s 三星Note 3 甚至Nokia LG Motorola 都还在大众的视野中 而手游也是以 龙族拼图 Candy Quash COC等 轻度游戏为主的时代 在当时换皮套IP麦琴淮 还没有成为烂大街的主流 所以也因此靠此爆赚了一波 越收都是千万起跳 而打铁邀趁热 后续也与腾讯合作 接着发行了 我叫MT的系列作 不过热门IP终归一丝火花 最终也是黯然淡去 而到了今年3月24日 在台湾还有上架另一款 我叫MT 经典在线 由中国的明日世界开发 台湾的代理是红辛辣椒 但如今想靠换皮赚快钱这套 早已经是越来越不持久了 刚上架的时候 虽然有不错的讨论度 但也是马上就QQ了 而这次要介绍的这款 我叫MT归来 是由椰子游戏开发 龙途游戏发行 应该是想凭借着 去年上架同名动画的东风起飞 而这几天又逢 暴雪 网易 才刚闹分手的戏码 这波流量红利 感觉还是可以吃一下 但反观到游戏本身 就是款掐烂钱的换皮放置游戏 除了重现角色以外 并没有任何的特色 千万别再跟我说 啊你不懂啦 这是情怀 所以老板不赞你薪水 他也是念旧 舍不得 你也要老实接受啊 而之前魔款打着怀旧的希望M 现在也快财单力竭了 建议粉丝们快处置你的信仰进去 否则你童年的回忆游戏 又要玩不到了 看到这个满萤幕的红点点 整个怀旧感就上来了 外加厂商精心准备在商城的各种 648礼包 就知道是有备而来 诚意满满 而甚至还有人帮厂商洗地说 这就是为了圈钱做后续的动画 这种鬼话居然还有人相信 这几年厂商的画饼冲击 还少见吗? 不然就请厂商承诺 并显在玩家合约书中好了 看是会提拨百分之多少营收作为投资动画 真的是信你的鬼啊 结论 经典的是回忆 妇科的是利益 上个影片我提过了 培养IP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 想要延续得来不易的价值 这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也必须基于内容的创新 提升品质与时俱进 很多时候说是念旧 但多半是一时兴起 潜藏即止 时间与空间都在改变 我想大多数的玩家都是想用新的设备 玩到更多有意识 且符合这时代的作品 如果真要你回头用3310玩贪吃蛇 又有多少人愿意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